今年的3月6日 就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三个节气 叫做荆宅 二十四节气一开始就是立春 跟着到雨水第三个就是荆宅 荆宅通常就是阳历的3月5日或者6日 今年就是6日 荆宅的荆宅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的荆宅就是它的声音 荆宅 荆宅表示这个字和蛇虫鼻有关 荆宅就是蛇虫鼻的动物 冬年就叫做荆宅 冬天的时候 它们又找不到东西吃 天气又冷 通常就躲在地底下 就叫做测房 躲在 春天来了 天气开始暖了 雨水又开始多了 尤其是在初春的时候就会多 行雷闪电 行雷 所以就将那些蛇虫鼻 从蛇虫鼻游 它们本来躲在地孔那里 就吓得出来 其实当然不是 春天天气回暖 天气回暖 它们就停止冬年 就出来覓食 就为之荆宅 即是将它们从冬年当中 就吓醒 叫醒 所以这个 哲气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说起荆宅 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要打小人呢 这个时间 鵝颈桥就很热闹 首先 为什么是鵝颈桥呢 因为这个 习惯就是 是广东开始流行 又来到香港 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吃行的 通常就是打小人 就是在桥底做的 那么鵝颈桥最大的桥底 最多地方 让人们这样做这件事 那么 为什么用荆宅 那天来到去做 是最有效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刚才说 在初春的时候 开始那些蛇虫鼠蚁 就开始活跃了 开始 就是土厌了 冬天当然冬就不好 但是它起码 那些蚊虫就会到处来飞 但是到春天一来 就开始多这些 这样的蟲蚁了 那么 以前 因为中国的冬业社会 开始多一些蟲蚁 就要想 怎样去 去灭蟲 去驱蟲 除蟲 于是 在那段时间 就开始 就要做一些 除蟲的功夫 那么 蟲蚁呢 很讨厌 于是 就借了来 表示一些 是非 表示一些小人 于是 既然 荆侄就是那些蟲蚁走出来 于是 就说 那个时间 最好 就是用来打小人 用来 驱除这些是非 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跟着下来 就没有那么多是非 那么 我们见有些 打小人有名有姓 就是 直接是有目标 那么 有些人都 建议 最好就 不要 因为这个始终 你都是有一种 伤人之心 对吧 那么 老实说 如果你一个人 你自己 本身代人是好的 老实说 你都不怕 有些什么是非 不需要 去打小人 你会